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 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 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八集 顾表指汗 玉平风散 孟河一派四杂家之一的丁甘仁丁老先生 在他的一案中 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 一个姓谢的男士 肩壁壁痛 有来已久 投了一些去风的药 治了几次 效果都不明显 仍然避痛不止 皇帝们已经说了一句话 邪之所凑 齐气必须 什么意思啊 当邪气侵犯你 人患病的时候 一定比正气不足的说 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 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 那丁老先生认为 这个患者 连头去风之急 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是气阴两亏了 造成阴位不通了 所以他这个肩壁壁痛 越来越厉害 吃药效果不好 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是痰湿痣 那痰湿痣的特点是什么 体型偏胖 平时肥肝后胃吃太多 造成了脾虚 脾虚了 运化能力下降了 那一定水液代谢 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所以失邪内生 失邪特点 容易缠绵难遇 阻碍了经络 所以经络不通了 所以这时候 丁老先生 又开了一个 明方 玉平风散加检 在玉平风散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叙事的 话谈的 比如说 逐历半夏 逐辱 勤酒等等 由此看来 辩证必须准确 这个病例 丁老先生 第一考虑 他的体质 是痰湿痣 第二个 病人 已经患病日久 第三 去风之际 效果不好的情况下 一定要 正气不足 气阴两窥的 现象出现 所以通过这些 寻找病因 联系病基 辩证论治 效果 一定是 很明显的 所以中医在 辩证论治 临床治疗疾病当中 要求一个大夫 一定要查研观测 把所有的症状 跟病基 理法方药 才能出来一个 正确的治疗方案 效果才好 那回过头了 咱们说 这个预拼风散 到底出事何方呢 这个 历代一家 是怎么应用的呢 预拼风散 在中医界 认为他的出处 有三种 第一个 预拼风散 是出自 原来的 威以林 祝书立说的 事宜得效方 第二种说法 出自 原来的 四大家之一的 朱丹西 朱振亨 丹西兴法 第三种说法 现在的 高等 中医院校的 方济学里面 认为 出自 救援方 这三种说法 到底哪个 更 符合 逻辑呢 首先 我们说 事宜得效方 原代的 到了 1345年 真正 刊印出版 但是这本书 传承至今 一些中医学家 在里面找了半天 也没有 预拼风散的身影 而丹西新法 是朱丹西 去世以后的 门人 总结出来的 而 张松的 旧元芳 什么时候出版的呢 从历史上考证 成熟于 一二 一三年 虽然原书 已经遗失 但是 后来的 很多一家的 专注里面 都引用它了原文 所以应该这么说 预拼风散 出自 张松 南宋时期的 中医大家的 旧元芳 所以说 从旧元芳 这本书算起 预拼风散 传承了 八百名 那后来 预拼风散 又有别的名字了 因为 美代的一家 通过自己的 理解 把名字 给改了 比如说 近代的 刘冠粟 起了两个名 叫 白竹 防风汤 还有一个 黄旗汤 后来 明代的 王肯唐 又 说了一个名字 叫 白竹 黄旗汤 再加上 预拼风散 四个名字 其实 祖方都一样 名字变了 内容没变 而这 预拼风散 再传承了 八百年的 这个历史 那很多一家 应用 非常广泛 而且 对这药 使用的 得心用手 所以 对他的赞美 有加 比如说 汪昂的 一方几解 是这样说的 预平风散 至自汗不止 细须 表弱 细须表弱 用这个方子 效果非常好 陈永元的 石方 歌阔 这本书里 说了 预平风散 可以治疗 朱风 止汗 先求通 他说 纸汗 不能光纸 在纸的过程中 要先求 道路通畅 发挥了 自己的一种想象 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皇帝内经认为 风者 百病之时也 也就是说 古人将风邪 作为外感治病的 主要因素 而预平风散 具有益气固表 止汗之功效 针对治疗的 就是风邪 所引发的外感病 那么 预平风散 这个药方 能治疗 哪些具体的疾病 预平风散 又是由哪些药物 组成的呢 在传承 几百年的过程中 历代一家 在使用 预平风散 这时候 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和自己的体会 但是这个方子 没有变 其实我 经常 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方子 不太容易变 因为它祖方 只有三位要 防风 黄旗 白竹 清代 商汉学家 柯运博 有云 夫以防风之 善去风 得黄旗 以顾表 则外有所谓 得白竹 以顾礼 则内有所聚 风邪去 而不复来 此欲散风邪者 当一如瓶 真如玉 一如瓶 清代商汉学家 柯运博 说了这段话 咱们这么理解 他是把 预平风散 整个方节给说了 夫以防风之善去风 中医讲的 导致疾病的原因 外感内微邪气 风为百病之时也 他是很容易 跟其他外邪 合起来 侵害人体的 所以 他造成的疾病最多 所以 防风是善于去风的 这个风 一定不是正常的风系 正常的六气 风寒鼠之造火 不会导致疾病 只有变成六吟的时候 才能导致疾病 什么是六吟呢 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急 异常的天气 这个风 我们认为 不正直气的风 叫虚邪贼风 贼风 导致疾病 所以 防风 善去这些风险 他得 黄旗以顾表 黄旗是什么 顾表指汉 则外有所为 为外的功能 就健全了 防风跟 黄旗的配合 得 白族以顾礼 巩固自己的内力 则内有所聚 就是外边 我可以抗予外邪 那里头 武藏六吴的功能 正常 风邪去而不复来 就是你患了风邪 所造成的疾病 把风邪给驱除了 这叫外邪 驱除以后 人也不会 再患此类的疾病 此 预散风邪者 当一如瓶 就说这个方子 善去风邪 如果去了风邪 这个人 就建立一个 完整的防御 系统 这种防疫系统 为外的功能健全了 就跟屏风似的 屏蔽了外邪的 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 这个方子这么好 所以 真如玉也 就珍贵的如玉 所以说 它的名字 就叫 玉屏风 那我们看它的组成 防风 黄旗 白竹 三味药 这三味药 其实 刚才 已经把它的方解 基本都说了 那治疗什么呢 义气 顾表 止汗 主治 表须不顾 自汗 雾风 面色谎白 或体须 一杆风邪者 有人 体弱 经常感冒 特别怕风 这些 一瓶风伞 都可以治 比如说 有的人 我们看 近现代 去暑降温的 方法越来越多 有的人坐供气车 有人上 商场 逛街 这些人 包括办公室里 都有相当一部人 怕风 因为空调 开在地 所以有空调 综合症 那很多 怕风的人 怎么办呢 弄一大披肩 披在肩上 这是为什么 就是防 风寒之邪的 侵袭 所以这种 雾风的人 上了公气车 牵抬头 看那空调 出气孔 地铁里出气孔 我不能站在底下 我不能坐在底下 为什么 怕风 一吹了头疼 肩膀疼 这些 其实 对于 预屏风伞 都是他 示意人群 他有 治疗 雾风 怕感冒的 这个作用 这个 怕风 是什么原因呢 中医认为 胃气虚弱 屏障没了 胃外不顾 所以招致 风寒之邪 一寝邪 他就不舒服 而凑理不密 抗议 邪气的能力 也会下降 这些 都会出现 自汗 倒汗 雾风 表须失守 盈阴 不能内守了 今夜外泄 自然出汗就多 所以这些 都是位气不足 表须不顾 造成的疾病 所以预屏风伞 就组织 这些疾病 或说症状 由防风 黄旗 白竹 这三味药组成的经典方剂 预屏风散 配物严谨 用药精荡 能够有效治疗 因气虚 胃气不顾 导致的出汗异常的疾病 身体异常出汗 大意不得 那么都有哪些出汗状况 暗示着身体异常呢 预屏风散的三味药 又是如何配合达到良效的 在这个方子里 虽然三味药 也要讲到君臣坐实 黄旗 大不元气 顾表止汗 为君药 白竹是 健脾 衣气 跟黄旗 配合起来 加强顾表止汗的作用 为尘药 而防风 疏散风血 为左使药 而实际 黄旗得防风 补虚 异气 而不练血 防风 得黄旗 疏风 而不伤症 所以中医在一个处方里 一定 公补兼施 阴阳配合 平衡的用药 主攻的方向明确 配武的严谨 剂量的恰到好处 才产生一个名方 流传千古 玉屏风伞 在他的设计 配武这方面 也做到了 补中有攻 攻中有补 这样的配合 虽然只有三味药 确实可以治疗 一组 表须 自汗 雾风的 病人 达到了 很好的效果 那么说到 出汗 很多人要问了 那不正常的出汗吗 比如说你吃辣的 出汗了 劳动 体力劳动 出汗了 这些 都是正常的 出汗 是人体的 体温调节中枢 正常的一种调节 按中医讲 是阴阳的这种 协调 达到一个 新的 平衡状态的一种 调节的过程 属于生理性出汗 那么说生理性出汗 就有病理性出汗 比如说 有的人 在正常的室内 别人都不出汗 他出汗了 他原来不是这样 最近 经常夜里 一睡觉 早上起来一身汗 我在门诊中 就见到过这样的病人 说 我 跟别人一样 在同样的屋子里 人家就不出汗 我就受不了 怕热 老还出汗 有人说 我睡觉的时候 第二天醒来 满头大汗 可身上不出汗 所以你别看一个出汗 时间的不同 部位的不同 中医的解读也不同 总的来说 白天出汗 叫自汗 属于阳许 夜里出汗 到汗 为阴许 那这种出汗 中医认为 汗是今夜的外泄 在体内没出汗的时候 叫今夜 出到体面 叫出汗了 所以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叫生理性出汗 在病理下 我们就需要 去分析病因 加以治疗 皇帝内经 宿问中 是这样说的 五脏化业 心为汗 五脏都跟出汗有关 但是心是主汗 汗为心之也 所以出汗过多 可以损伤心气 所以经常有人说了 那我这天天出汗 我是不是虚啊 那你如果不是从小 就遗传这样 是后天出现 最近出现 我们相信 那跟阴虚阳虚 确实有关系 因为心还主血脉 所以我们中医 还说了一句话 夺血者无汗 夺汗者无血 什么叫夺汗者无血呢 出汗的时候 体内的经济外泄了 血容量降低了 那可不就是血少了 夺血者无汗 为什么 大出血了 那今夜 要及时补充体内 体液和今夜 不断地要补充 我们的血的血容量 所以就没汗了 都跟心有关 因为心主血脉 所以这一点 在临床上 我们也能见着 类似的病人 林郑指南医案中 提出了 阳虚自汗 致意补气以胃外 阴虚倒汗 致当补阴以营内 自汗用今天的 我们讲的预屏风散 倒汗用我们 现在制造的 麦味地黄丸 来治疗 当然说 每个病人 还得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辩证论治 不能一概而论 而出汗 既有自汗 又有倒汗 其实还有一种汗 叫黄汗 这是在张仲敬 金贵妖略主 论述了有黄汗 水肿病 风湿病 黄胆病 出的汗 偏黄 还有一种 出的是红汗 就是淡红色的 这种汗 很少见 在惠之堂 经验方 这本书里 记载过 叫鸡尿 汗中 好像就跟出血似的 视为 内有火热之症 虚热 加上火热之症 容易见到这种 当然临床上 确实 比较少见 所以在 清虚热的基础上 就可以治疗这个 红汗 根据出汗的部位不同 我们讲 这汗的解读也不一样 比如说 有的人 上我门诊中说了 我就头部出汗 中医认为 头是 什么部位呢 诸阳之汇 所以 往往 有内热 阳气旺盛 火热之症 容易出现头汗 火热上宫 湿热的熏征 头汗是比较多的 第二个 胸天出汗 那天一个病人 就跟我说 睡觉起来 我哪儿都不出汗 就这胸部 出自汗 睡衣都湿了 虽然总的来说 夜里出汗叫倒汗 但是这部位 跟你 心 有密切关系 这是属于 心来主管的 属于心汗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思虑过动 就是你老有心事 就是你老有心事 什么事老想不明白 容易纠结 容易思虑过动 中医讲 心主神明 所以这个部位 跟心有关 跟思虑过动 有直接联系 还有人出现 手脚汗出 那手脚汗出 是什么原因呢 跟胃热有关 胃经有热 手脚潮热多汗 属于脾胃失征 手脚心热出汗 属于阴血的亏虚 手脚发凉出汗 还有中气 阳气不足的 所以中医讲的 一个出汗 还分这么多 时间的不同 部位的不同 有不同的病激的解释 所以在治疗当中 当然用的药 就有区别了 半身出汗 那属于什么 气血不足 经络不通 气血不上了 腐活出汗 多为湿热 湿气所致 湿气熏症造成的 所以这个 就是在临床上 对于出汗这个症状 中医 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这样才能够辩证论治 玉瓶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计 被历代医加所习用 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 医加可调整玉瓶风散加减配方 那么小小一记玉瓶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 治疗哪些临床疾病 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 请继续收看 顾表指汗玉瓶风散 玉瓶风散这个 明方的使用 非常之广泛 在光绪三十三年 九月初六 两个御医 一个叫陈炳军 一个叫曹元恒 两个人给光绪看病 口渴之麻 咳嗽头蒙 四肢酸懒 这两个御医一想 这一定跟中胶脾胃有关系 脾主肌肉四肢吗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 叫护表运忠 要护住这肌表建立一个屏障 防止外邪的寝息 运忠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 防止疾病 发生造成它脾胃的功能下降 营养跟不上 脾主晕化 气血生化支援 这些不能出问题 护表 就是雨瓶风散 孕中 加强了很多健脾 开胃 离气 去吃的药 所以这个方子 吃完了以后 光绪的病情 得到了缓解 脾胃的功能 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 又用了 补中医气汤 其中的一些药 由此可见 在应用 预评风散的时候 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 光绪当时的脾胃 虚弱 是存在的 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 十亿减退 所以光护表 不调钟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从整体了解 整体的治疗 体现了 标本兼治 表里同治 这样的效果 在临床上 一定会得到 药道病除的结果的 在古今的 中医很多大家中 用预评风散 治疗疾病 比如说 近现在的 中医临床大家 越美中越老 治疗了一个 甲状腺流 术后 这个病人 属于气虚治的 这个病人 何某 男的 三十九岁 在 一九七三年的 四月九日 来找越老 来找越老看病 他看什么病呢 是甲状腺流 术后 身体比较虚弱 经常出汗 给他开了一个 什么药呢 疏风 活血 散余的药 四月九号 来看的 吃了石副 十九号来复诊 在此间 也吃了一些西药 这患者说什么 服完药以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出汗不止 大汗淋漓 还有无风的感觉 身在密室 还感觉身体不舒服 什么叫身在密室啊 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 觉得不舒服 随时要感冒 老觉得 马上要感冒了 每天都出现 好几次 要让他理解 就是说 每天感冒好几次 那这是什么情况 越老一看 这个病 那一定是 疏风太过 越老认为 疏机解表的药 用了过度了 所以才出现 解表 往往就是跟发汗 密切相关 当然中医有 新疆解表和新闻解表 所以这个病人 疏解表邪的 药用得太过了 所以越老说 给他开 预评风散 吃了一个月 他的所有的症状 都基本痊愈了 汗也不出了 人也不怕疯了 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 恢复得不错 越老一看 药症相符 寄去服药 疾病痊愈了 这个例子 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在 处方用药的时候 要辩证准确 要辩证准确 只有用的辩证准确了 用药得当了 那才能起到临床 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病例 所以这个病例 还是用黄旗的固表止汗 白竹的健脾 斜肉 黄旗的固表 加强了脾的韵化 使气血生化支援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防风 帮着去风 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 近现在的中医大家 蒲甫州蒲老 在蒲甫州医案中 介绍了一个 反复感冒的 杨虚治的一个病人 宋某 男55岁 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 他体质非常弱 三天脸头感冒 最近这次感冒 更是奇葩 一个月了 一个感冒没好 头痛 胃风 自汗出 身体虚弱 舌弹无胎 脉向沉湿无力 所以此为 杨虚感冒 迎胃不顾 知意 温杨益气 用玉屏风伞 但是这回 蒲老用玉屏风伞 加了一位杨 父子 父子是什么药 回杨就腻的 祝杨向我非常好 婆老判断 他是杨虚致的体质 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 外邪 邪气已衰 正气不足明显 总于用玉屏风伞 加了一个父子 回杨就腻 所以吃了几副药 患者感觉不错 第二诊的时候 卫风消失了 就怕风消失了 雾寒减弱了 抽汗也介绍了许多 舌胎 已经中无胎 变成了白逆胎了 舌胎的变化 按现在人说 它是天然的魏晶 可以看五脏六腑的功能的好坏 所以当舌胎变成白逆了 婆老认为 有湿气了 加了阴沉和义人 诞胜立湿 清立湿热 又吃了几副药 第三诊的书 朱症自消 就几乎都好了 症气也得到了恢复 感冒的感觉也没了 舌胎也正常了 只留了一点 胃不怕凉 我们中胶脾胃 其实很容易受寒些的侵袭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吃凉的太多 其实是到老了 容易把脾胃给伤住了 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 夏天吃也关系不大 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几周吃凉 所以这个患者出现 胃不怕凉 婆老又加了一味药 凉浆 这个凉浆 温中散寒 而在上一副 因为四肢酸烂的情况下 加过桑枝 在这时候就把桑枝给去了 所以这个病人 吃完了最后的药 疾病痊愈了 体质恢复了很多 跟正常人一样 那所以阳虚治的人 在治疗的过程中 要考虑体质的本身 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 就是中医治病求本 就是知道本质是什么 我们要掌握 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 我们要知道 所以在急的情况下 治疗 这些急症 表症 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要考虑本质的体质 和气阴 阴阳的协调 是否出了问题 所以中医讲 急则治疾病 缓则治疾病 所以这个病人是 阳气不足 失于温序 因为 既有防御和温序的作用 也有推动作用 所以它这个正气不足了 那自然推动力 防御力就差了 所以出现容易感冒 自我出汗比较多 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治疗 用预凭风散 加上腹死 提高了阳气 正气 使正气充足 邪气 就不可以侵犯人体了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所以从这点来说 预凭风散 对于阳虚治疾的自汗 在临床上 也可以治疗 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预凭风散 传承了这么多年 在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预凭风散 有免疫的双向调节作用 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在临床上 治疗疾病 已经不单纯的治疗 几个出汗的问题 可以治疗鼻炎 肢体管炎 肺炎 还有一些皮肤病 寻麻疹 脂疹 消化系统疾病 还有一些慢性的腹泻 包括复刻的疾病 有适应症的 也可以用到预凭风散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医的传承和研究的 不断深入 适应症越来越广泛了 治疗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当然说 很多中药 我们要防止它的不良反应 但是预凭风散 目前还没有报道 它有不良反应的病例 这个预凭风散的 服用的注意事项 包括了服用期间 尽量不要吃油腻的东西 预凭风散 还有调节人体的 免疫功能的作用 广泛的应用于 内外妇儿中 出现表须不顾的 一些症状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